哎呀 运动差不多 冰哥我都已经跳一身汗 累了不行了都要 我跟你说呀 你虽然有一个 貌似健康的一个躯体 但是你心里 我觉得有的时候会很不健康 那么冰哥怎么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吗 你看着了吧 所以说很多人呢 有的时候单纯地关注自己的身体 并不关注人的心理 冰哥 我觉得心里的健康 比身体健康可能更重要 当然了 你看这个样子 你再健康 你心里有问题 那我心要哭 对不对 所以说我不知道咱们观众朋友 知不知道有一种疗法 叫催眠疗法 英文叫Psychologist Psychologist Psychologist 哎 没错 接下来呢 我们佳佳斗戏 就会请来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吕成玉老师掌声有请 吕成玉在其专业领域 九部盛名是著名国际心理咨询师 中国首期催眠专家 上课了 成立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坐下 那么在心理治疗当中呢 有许多许多治疗方法 催眠是其中的一种 它能够很好地解决我们的抑郁 焦虑 还有比如说强迫症等等 心理的困惑 那么在这个催眠疗法呢 已经到现在已经有大概几百年的历史了 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快速安全的治疗方式 我们怎么来发现我们内心的东西 它到底我们现在是健康的状态 还是说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有些简单的这个画画 请两位先来 给我们画画 但是呢我们画这个画的时候 一定要包含三样元素 一个是树 房子和人 其他的你可以认一天家 我们来看看两位主持人有没有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房子有什么特点 好的 你看他的房子特别特别的高 而且呢这个窗户你看 都是在很高的地方 说明什么呢 他的心特别的高 而且呢窗户也特别高 就是我们眼界会特别高 说明什么呢 他对事物的要求会怎么样 会高 特别的要求高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房子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 对自己的一种要求状态 他的心理健康状态 说明他什么呢 特别要求自己严格 对事物呢追求的特别的完美 可是我们再来看一看 他的人打在下面 因为这些呢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特别大的压力 哦 他的人在房子的下面 而且是躺着的 所以经常呢 他的工作可以看到 就是不管是生活中还是什么 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给他 让他呢就觉得特别的累 怪不得他那么瘦啊 刘老师我全场话躺着 是因为子洞困了 困了 他不就是一种疲惫 他昨天晚上打游戏来着 来 我们再来看一看 他的这棵树特别特别的小 所以在生活中呢 他没有什么依靠 我们经常说 一棵大树就是我们的依靠 可是他的这个树呢 特别小 所以呢 从很早以前 他就应该是自己一个很独立的一个人 有特别多的幻想 你看 他旁边还装饰了花花草草 所以呢你得小心 这是太阳老师 这都是太阳 妈呀这是太阳啊 怎么能有一个天空有俩太阳 我怎么看就像荷包蛋 对啊 我想看像荷包蛋似的 我们通过 我们看到了 第一个呢很简单 总结一下你的要求特别高 但是呢他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压力 而且你没有什么人能够支持你 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苦干 靠自己的能力来实现你的目标 好